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問一下後來這個帝襲還怎麼樣 好 那後來呢 反正就是說他卸完貨 生了小孩之後 這婆婆反正心想說 等你生完小孩看我怎麼對付你這樣 這個婆婆的心態 所以當他生完這個小孩 做完月子之後 該有都有啦 也幫他做月子了 完了之後呢 你知道當時做月子的時候 其實是帝襲 因為媽媽買機會 都帝襲燉的啦 我這朋友事後想說 當時不知道我幫幫他加料 他自己也都不知道 反正總而言之呢 就是生完小孩之後呢 因為後來帝襲也找到工作了 他也有收入了 他就跟媽媽講說 媽媽我們不能每天做家事 但即便有收入 還是得要先住在家裡啦 所以說 這個媽媽婆婆就講說 那135你做 246他做 那就包括要洗衣服啊 幹嘛的 那這個帝襲呢 就是知道媽媽很喜歡一件衣服 很漂亮 那媽媽比方說明天要去吃洗酒了嘛 那今天這個衣服 他就故意放放放放放 放到該大嫂洗的時候 然後呢 那該大嫂洗的時候呢 他就把媽媽的衣服撕破 撕破了 然後就丟到大嫂要洗的那個洗衣欄 那這個大嫂 我這個朋友的老婆 是屬於那種掃乾淨的 他也不會看 就整個倒下去洗嘛 他洗完要曬的時候 哎呀天啊 媽媽的衣服怎麼破了 就是那個看起來就像是 你洗衣服有時候就捲在一起嘛 他心想完蛋怎麼辦 就去跟婆婆認錯 婆婆很生氣說 我明天要去穿的新衣服 你給我洗破了這樣 那後來這事情怎麼被揭穿呢 是因為他的兒子 就是說 這個弟媳的女兒啦 不是兒子 這弟媳的女兒 看到媽媽在弄洗衣服 然後阿嬤 阿嬤就在那邊生氣說怎麼辦這樣子 然後那小女生女說溜嘴 這婆婆才知道說 原來是弟媳搞的鬼 那後來呢這個大嫂呢 就跟你一樣 他就覺得說 我沒有心眼要跟你鬥 那你一天到晚要來批鬥我 你的老公沒有工作 也不是我害的 那我進來之後呢 就你是後來者 我本來也是說要 跟你分擔 對跟你分擔 你自己不要 然後不要在背地裡這樣子弄我 所以後來我這個朋友 就是住不下去了 你愛住給你住 他就跟他老公就搬出去了 那到現在大概兩年多也是 他過年都不回去 過年不回去家裡過年 因為這個只要有弟媳在 但是爸爸媽媽都在 爸爸媽媽在那沒關係 他就是待他回娘家也比較回來 這個公公婆婆也到 到後來因為婆婆自己覺得是他造成 他也不好叫這個大嫂去跟弟媳和好 還是怎麼樣 但那關係就講究了 所以我講到軸離關係 其實我們做婆婆很要緊 像我做婆婆我也要很公道公平 不要這邊一句話那邊一句話 那怎麼去處理呢 有一個職業婦女 他自己小孩很小 一個幼稚園大班 一個幼稚園小班 每天忙來忙去 他婆婆很愛到他家來住 因為他吃菜特別好吃 我就叫他不要會煮 可是沒辦法 他當初也沒想到 就老字 婆婆就愛來住 沒關係 下了班他回來要帶兩個小孩要煮飯 婆婆來吃 婆婆又看到 阿修阿 你們阿觀菜汁也很好吃 有啦 應該有春來啦 教他做不要客 然後他就想說 最起碼你吃完飯會幫忙洗個碗 對不對 結果弟媳婦真的講說 我來幫你倒睡 這個婆婆講話 不用... 你回去... 小孩吵吵吵 要下功課 明天要再打掃 這個大嫂她就想說 那我能夠讓婆婆來洗這些碗嗎 不行 她當然是說罵罵 不用...我來睡 哪睡哪靠 我是怎麼會有資產 所以我就跟她講 對 我就教她說 以後你的鹽巴要放 不...我沒有講這個 我說以後你要示弱一下 不要什麼都很厲害 婆婆就會請你做 然後你要照顧這麼多人 是要上班的人耶 很幸福 婆婆也這樣想過 不敢不想就很不公平 所以我就說我們做婆婆的人 有時候要打理的時候要說 她叫人家回家就說沒什麼好 我告訴你 有時候就是婆婆自己的想法 為什麼 那一定是這個弟媳婦的不好事 她擔心她這兩個孫子沒吃好 你懂這意思嗎 所以就說來這邊吃比較好 這樣子 也喜歡了一人的孫 但不是為了要幫弟媳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那你這樣子對這個 大嫂 就很不公平 對不對 那我覺得這個時候真的要講 對...所以我鼓勵她 有話一定要講 她說講拍公安不知道怎麼說 因為她是個性比較客氣保守那種 我說你如果不講 你繼續下去 你日子怎麼辦 她說真的很痛苦 我說那你們去跟你老公講 叫老公去跟媽媽講 叫她不要來 很難 這個對... 不是她可以來吃 可是我覺得這應該要 把自己的立場表明出來 要不然你這樣子怨激酒了 對...會爆發的 對...那個爆發之後就是很難收拾 沒錯...就是有個大媳婦 她就懂得後來要講了 她就是全家人都認為 你沒在上班 婆婆中風了 他們知道你照顧 照顧到後來 她自己都覺得自己快中風了 我說你一定要開家庭會議 大家坐下來談 有錢出錢有利出利 最起碼不是通通你做 不然你有問題 你剛剛講說 你那個弟媳 為了做四十天 過了四十天你怎麼會怕 因為那時候我們沒有宿舍 那就是忠心心村跟我公婆一起住 所以我們住在一起的時候 我是眼睜睜地看著我婆婆幫她做月子 然後她就端了一盆水 然後漱口杯牙刷 然後拿到她房間 然後一個土的 就像人家彈韻那一種 刷完牙土 然後... 那時候我眼睜睜地看著 那我懷著孕 那我就想說 那我接下來四十天 我也可以這樣不下來 可是我躺不住 我沒有辦法躺 後來我心裡想說 那妳就幾天 其實也是一個月 因為我也不會喝酒 所以我也不會喝麻油雞 所以我剛開始我婆婆對我有點 想說這個女人怎麼那麼懶 因為我喝了麻油雞之後 叫不行啊 要餵奶 我婆婆說 這麼會醉喔 喝醉了 對 我喝醉了 然後她說起來 餵奶 我說不要吵 她說 蛤 妳叫我不要吵 她說 餵奶 我說為什麼奶 因為我還活在少女的那種感覺裡面 我說不要 然後她回來就跟我先生講 妳老婆喝醉酒 躺在那邊裝瘋賣啥 然後餵奶 她說不要吵 麻油雞 確實我那醉了一天 從那時候我只有吃了兩天麻油雞之後 我不敢不敢吃 其實有的 當時是餵奶 是餵奶 她吃四十隻 我才吃四十隻雞 我才吃三十八隻而已 我不會計較那個 因為她吃了之後變好胖 我看得我也很怕 我也不要像她這樣 可是我覺得就是說 在那當下 我覺得說自己人心裡要平衡 因為婆婆也沒有這個責任跟義務 一定要幫我們做月子 那可能婆婆有得她的緣 那我們可能比較沒有她的緣 所以我覺得我的日子還蠻好過的 所以其實這個香香的媽媽 跟她的這個 中間還有一個家庭背景的差距 對不對 就有時候一比較就是 其實人有時候 妳是莫名的自卑感 讓妳非常的憤怒 OK 那可能這個轉化 妳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中國有那種 走離會比學歷的對不對 對啊 所以美人姐講這個就是 我們講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嘛 妳本來沒有認識沒有相處 根本不會有事啊 就是因為認識相處 然後才有這些 或者本來只有妳一個媳婦都沒有事 因為沒有比較 當時有兩個開始就有比較 同樣的兩兄弟都住在家裡 現在買房子也很難 然後大哥大嫂是先嫁進來的 你看洪英哥我們那時候當兵 通常會存在兩種現象 一個叫老兵欺負新兵 一個叫高中兵欺負大專兵 這個現象完全就在這兩兄弟的 兩個老婆之間 大嫂先嫁進來 高子 老兵 老兵 高子 後來呢 老二的媳婦也嫁進來了 是大學生 而且還留美喔 留美喔 高中兵欺負大專兵 欺負欺負欺負 這個二媳婦做的工作 是人人都很嚮往的空姐 然後她的氣質 大扮 長相 都很出眾 那大媳婦呢 是做縫紉的 在傳統市場的這個修改衣服 一嫁進來的時候 其實她就已經看這個弟妹很不順眼 非常不順眼 是耶 那個 那個 欸 剛剛施家的母親講 那指甲油是紅的 那是標準 你知道這是工作不得已 然後他們這個指甲要塗得好好的 然後妝要畫得很濃 當然我不是說每個都 我說大致上是這樣子 然後穿得都很得體 好啦 這樣看她就已經覺得說 你跟我是不同世界的人 然後呢 還有就是日常生活作息 我們知道空姐的作息是日夜電倒 所以有時候都是半夜要去飛 半夜去飛的時候呢 雖然房間不一樣不會吵到 可是你總要拖行李穿過客廳吧 你穿過客廳的時候那個聲音 還有打開門 然後就關鐵門聲音 欸 就把大嫂的小孩 那時候還需要 兩三歲還是需要乖乖睡的這樣 吵醒來 那大嫂那天就不用睡了 所以大嫂就已經為了這些事情 就已經開始在積怨了 我那時候在聽大嫂抱怨的時候 我還聽到一些讓你啼笑皆飛 他說 齁 還有我是弟妹喔 就很敢老英文耶 嗯 媽咪 爹地 因為我現在講這個字 我會比較感同聲的時候 媽咪 我明天要飛Los Angeles 好 那呢 上次我在Local的Duty Free Shop 幫你買的那個眼霜 你覺得還OK嗎 然後如果你覺得 想換個牌子的話 明天我們的Chief Chief就做廠長 不錯 人不錯 他很會化妝 他也推薦說 飛機上賣的那個化妝品 Lancamp的 這樣子也不錯 你看他這一連串講 現在講了多少英文 然後那個旁邊大嫂在聽的時候 就是聽得懂 是誰懂 為什麼沒有講話是誰懂 對不對 其他沒有聽懂 浮路扣道 老師旁邊是這樣 聽的時候滿點精心滿點問號 那就拒絕說 你是故意繞給我聽的 然後再來呢 我們曉得空姐常常出國飛嘛 那個時候都會帶菸回來 以前的扣 我現在不要去講什麼法律規定 以前的扣大概兩條都不會有事 一條公公 一條自己老公 這很正常吧 那結果呢 他有一次大嫂 因為我剛才講 他這個大哥 我忘了講 大哥大哥失業在家 是屬於那種 就是沒工作無所謂啦 反正老婆有在做縫紉就好 然後有一次大嫂就跟弟妹講說 你也幫我帶一條菸嗎 因為我手頭也不是很方便 哥哥也有在衝 好好好 就幫他帶 帶一條而已 那帶一條之後呢 他就覺得 以前你不是都可以帶兩條嗎 為什麼你只帶一條 不是說要一條 沒有就是叫他帶煙這樣子 然後就只帶一條 然後結果大嫂心裡想 很簡單嘛 因為你就是只願意分我們一條 我又不是常麻煩你買 你給我兩條怎麼樣 我抽久一點總可以吧 可是他真的冤枉 這個弟媳 為什麼 因為後來規定本來就改了 可是我就很清楚啊 現在不要說一條 你說你帶半條還拆開要散裝 那就講開就好了 現在只能規定只能帶一條 有 講開了 那你要看大嫂信不信 那大嫂她本來就是一個覺得 就是我對你已經有先入為主的觀念 我認為你都是在 而且還有 她認為空姐沒有這麼嚴格 這很有辦法可以帶回來 好啦 再來一個 這時候大嫂都一開始是忌恨 沒有主動出擊 現在開始主動出擊 她就開始跟婆婆講 她說 欸你看 那個生活作息不正常 工作不正常 常常呢半夜就要飛什麼的 她都叫小叔去送 那小叔也有工作啊 你看 你看小叔最近的臉色都好差喔 為什麼 因為半夜就要開車 志偉有沒有這種機 有吧 送到哪 送到接駁的那個機場去嗎 那回來是不是也要去接 對不對 雖然有接駁車 但是通常做老公的 都在老婆的要求下 都會親自送 再來第二個的話就是 因為胎流美的 那本身在外面可能也是 這個處事比較得體 所以家中一旦有遇到事情的時候 婆婆公公婆婆都低了 以前都問大哥大嫂的意見 現在不是 叫他 看他比較有 我問你啊 這個你覺得怎麼樣比較好 你覺得媽明天去跟人家打麻將 這樣穿好不好 這個裝醬話好不好 喔那個 她就覺得說 這個弟妹講話 在家中很有地位 講話就很臭屁 那這時候她就主動出擊了 她說有一次就這個大嫂說 有客人去給她改衣服 改什麼 改他們那家航空公司的旗袍 然後結果呢 她就跟這客人講說 欸 你也是這家的喔 我 你弟妹 弟妹也是耶 你弟妹哪一梯啦 幾批的啊 長什麼大概叫什麼名字 她就講給她聽 說喔 我知道還滿有名的 長得很漂亮 這個聽說公司很多男性的同事 都還滿照顧她的 那她就像這樣 喔喔 回去之後改編一下劇情 跟小叔說 欸 小叔我跟妳講 我不知道該不會跟妳講 我們自己懷疑 一定要一句懷疑 來個 Repeat三遍之後 你就跟她講 他告訴別人喔 謝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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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怕有這個 哎呀 我不曉得該怎麼講 我不要跟你講 先別說喔 對